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樹齡,有馬耳 荷馬仔聽見這樣的聲音通常都是C3個月的日子 我們唯有無限發啦,因為星期一要做節目,我們唯有即席錄音啦 首先,我先說一聲對不起,我上屆開股錯了 你看到的,每一屆都要請一個日本的偶像組合過來 今年原來就是請了Idle Master,因為勇者那套,我不說了 歡歌的東西怎能夠不說呢? 如果請到WakeUpGirls,肯定會有很多人來看啦 是不是呢?每個人都沒名的嘛,沒有歡歌之名 我都說我都是那句,歡歌來的,我問他拿簽名 好,我們說回今屆,今屆只要有三天的 名字是日本動畫博覽 CV呢,今屆所謂的CV,其實有點冥全失望的 我不覺得有哪個CV 今屆CV呢,會見到把關係嚴重了很多 我們說回,在我們這邊,其實無論是傳媒申請那方面 其實會見到呢,其實它的限制也是大了很多 我們申請的過程裏面,其實都感覺到就是 不想一些,我想其實大家都,我想如果有留意 我們開CV歷年,尤其是近兩年,多了很多怪怪的人 借著無論什麼名義都好,就可以自己優先入場 大家亦都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就好像一些限定商品就搶先,有些人就用另類的渠道 然後就不經排隊去買了啦 換券,他們就自己拿了先的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了 他走了,即是你進場 但是呢,他們不開賣,不會賣給你先的 那可能今年就絕一點了,簡直是不給你了 是,還有啦,其實還有舞台方面 大家記得動漫節,男者L都來過香港 那當時呢,男者L,其實傳媒朋友都有得上去台入照的 那就今次呢,見到呢,有張鞋在台上拍下去 就整班一起V字拍照了,連同是男者 那今次就不給拍了 今屆你說,見到很多東西呢 見到CV官方其實很多東西 其實試圖應該是想用系統化的方式 或者自動化,總之在電腦裏面就完成申請,完成登記 無論這方面其實去到什麼呢,就是提票那裡 那其實我有一些的朋友 當中在第一天發生了一些不愉快事件 我想系統的問題,出現了Double了飛的號碼 令到有些買了飛的朋友 或是拿了飛的朋友,他們入不了場 那又產生了一些爭執的 那這裏其實我想是,客觀點來說的話 我不知道它的系統是不是新 如果是新的話,那我覺得大家唯有包容 下列不要再發生了 但其實,今年總是一個過渡性的性質就是呢 有些東西是自動化了 但有些東西呢,依然是人手 那自動化加半人手呢 那其實呢,就出事了 很多時候就會,就不夠徹底 很多時候這方面就 那我覺得其實,希望 來年,可以這方面 我覺得再改進一些 那我想爭執會少很多的 那我不知道這個系統是怎麼搞的 不過我覺得它的系統呢,其實上年都被人罵爆的 那,不知道下面有沒有 但問題是,如果他 如果給人用心去做的 其實它的系統可能會比動漫節更好 那,送系統來說 那還有啦,訂票那時候 大家都說一九歲 那就可以看得到,或者可能有些價錢那方面 那相對來說呢,就今年又是 那上年就因為有顆粗糙糙,所以就爆得很厲害 那今年也其實有這類的現象 那今天呢,我覺得 有件事今年是 比過往兩年做得好的 我覺得CV官方終於正視了 一些Proof的排位的問題 其實,你看到這一屆我覺得最值得留意的就是 可能大家亦都會感覺到 就是,其實那些位置是鬆了很多的 那,你可以說,是不是因為 因為參戰力的人少了,而拉鬆了,我不知道 但至少我們有個結果論去看,其實會見到的就是 今屆無論你在主舞台的距離,上個月最大的受害者是何欣 今屆你會見到的,就算在附近的Proof,你也會見到 他會放了觀賞性質那些東西,不要買東西那些東西 你買東西在主舞台區域的話,其實是死硬的 對,例如黑資的籃球那裡,那個位置就是官方給人拍照,想看看東西 有些地方都不能拍的,其實他都放了石... 我今天幾天,放了石Q,都放在那裡,去看著那個位置 不讓人進去那個位置,還挺疏的,不過空氣就差一點 不過其實你說今屆的,始終這個都有個問題 就是他的情報呢,是越來越舊了,我真的發覺 說回就是CV,其實那個日期跟日本那個又不能夠銜接 現在其實是,他根本上現在播的很多資料呢,其實 因為你不可能早過日本事 而香港CV如果提早了去搞的話呢,其實呢,就變成 你說的情報可能是一些,上一年,或者是其實年中 大家已經知道的一些情報,尤其是現在根本上,網絡情報太快 真的老實說,尤其是你聽到一些主持會說,這套東西就未看得見 那大家都知道,看不看得這件事呢,其實有各方面的途徑 有正常的途徑都可以看得到的,其實是 邪道的我不說啦,不說太多,大家懂的啦 這些東西,不需要我多說,你們甚至多過我的渠道 去色色舊我覺得算是可以忍的,其實這個不是一個重點 我都知道香港和日本不可以同步,或者日本官方的那些要求 但是很過分的,是你見到一些現場的展品是去年已經有的 就算你,我們去年恃少過SAO的頭盔,今年都還在的 可以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年宣傳SAO的話,那我放過去啦 除了SAO之外,Love Life仍然都有存在 那當然,今年因為Idle Master來,其中Cinderella那些部分 亦都有一個很大的booth,是Idle Master 但今年真的不見Wake Up Girls 因為過往就是,你看到是慢慢推前了的 過往是,即是由最初那時候CV是4月到3月 現在搞到2月,那其實是不是1月的了 知不知道什麼原因呢,其實外道不清楚 不過如果2月呢,其實它的優勢我覺得有少不明顯 因為一來都很多時候未過年,二來呢 那些消費力又弱點了,三來 這段時間,雖然說那些人考完試 但是相對來說那個假期感又未那麼高 我不說假不假期感的問題,其實我們CV老實說 它一直給我們印象,它不同動漫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為它真是有一些日本動畫公司的一些情報 或者一些原話,你真是在動漫節你是看不到 你CV你才會有機會會看到的一些情報 但是如果你這些因為不停退前 而令到就是你根本銜接不到日本一些當期 或者一些原本的情報 通常都是日本那邊組員,他們直接搬他們去香港CV 那如果你根本銜接不到2人的CV 其實本末倒置了,有少少時間問題 還有你參戰商的問題就算 你說可能跟日本銜接了,但日本參戰商不肯來香港 即是來香港是棄造的,即是好像有些當力的 那其實都是沒有意思的 看看留待看看究竟發展會是怎樣 希望它就在這方面做好 但你說其實呢,今屆我這樣看的 兩位主持都會同意一件事就是 買的商品呢,我已經覺得 跟動漫節沒有分別了 這是一個我很主觀很主觀的印象 我每一年其實我在CV裡 我都有一定的消費 我的消費來自於是什麼地方呢? 畫閘設定閘,當然你說訂是訂到的,我明白的 大家都會發現一些,原來我還沒買 或者說我有興趣作品的畫閘,或者設定閘在裡面的 但是今年呢,應該由去年開始已經有發生這個現象 我是沒有東西賣的 買的,那前年呢,我也有消費的 前年我平日來來的 那年我也有消費一百元的 那今年就開始消費一些蒸餾水啊,橙汁啊那些東西 因為真的太累了 還有一樣東西的,除了跟動漫節的貨差不多之外 我去哪裏,旺角訂都有很多貨 還有給人選擇的情況 不是很特別,或者不是很Event向的東西 變成我有時興趣是不是這麼高就很難說了 剛才我跟阿卓先生說笑的 這裏呢,你知道開得當的 蟹蟹精啊,或者蟹蟹文具的店舖 就是一個動漫節的東西 而其實呢,我有一件事很簡單的 當然CV裡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附加價值 就是簽名 每年你買,可能買夠一個的價錢 去一些Proof裡邊,你就有機會會獲得 可能一些簽名的資格啊 你可以簽到不同的地方 今年其實,我用河心的Proof來做例子 放心,今年河心沒有超超地來 我不是不想買個簽名 但是我看到一些商品,我是說,我買什麼呢? 我見到那個timeware有些什麼呢? 裸體的掛布,我在家裡,我指力不夠,我明白 這方面,我不掛了 然後一大堆就是巨空的Mouse Pack 那我也是不玩的 那你要我買三百元,我心想 那三百元我應該怎麼花呢? 那,營養質詳細一點 當時我和學生堅寶 其實Mouse Pack是差不多賣光的 但一、兩隻未賣光 就是憑於那兩國的未賣出的人 當然,你說,他今年終於都沒有Marco's Frontier 贏了,那你這個你呢 是不是值得慶幸呢? 我不知道 看漏了,有模型放在這裡 今年有Marco's Frontier的東西 我見到有那些宣傳品在這裡 那另外,你說其他的 無論你說,今年你說,卡牌的都有三檔 首先,Love-Line,有些卡牌都有 我想最大最多人留意的可能就是 Person & Dragon的一些卡組 我也都見到很多人有興趣去買 然後還有另外,我記得好像 i-max都有類似有些卡的東西 我不是太肯定,因為我進不去 因為其實是 都是排大隊 裡面都是對職著大批的人在玩卡 之類的 其實一直以來 以NB6下午來說 其實都很濕的 那個位置 其實濕就是濕的位置較為多 那你說那些 類似國磚那些 當然是更加濕的 不過去到晚上 最後一個小時就好些 如果你要進去,就是最後一個小時來看 那另外,其實你說 我覺得Proof裡面 今屆裡面 我自己覺得我最喜歡那個Proof 會是Bandai裡面 金屁啦 那邊那個Proof 其實它展示了很多 那個模型的,其實你看到它的Proof 是下了心機的 即是無論是原畫 一些模型 或者是一些參賽作品 因為過往 如果動漫節大家最清楚的 就是一大堆的得獎作品 放在一堆 你拍吧 即這個是 我有時我心想 我怎麼拍啊大哥 即你會覺得那個視覺其實是不好的 即這個是我其中一個喜歡的Proof 另外一個Proof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超合金 其實都是在Thomas那邊的 他見到就是 他一條路走過去 先展示了不同的超合金 再走回來 剛剛每一個圈 其實走得很舒服的 其實走得很舒服的 我覺得是不錯的 那幾個Proof 今年說的Proof 是設定好的 有兩個Proof 我挺喜歡 一個是Idle Master 那個Proof 其實真的列出這麼多 Idle Master的人 很多不明白的人 或者一些人想知道多的Idle Master 其實挺有趣的 那個Proof 而且挺吸引的眼球 另外一個挺好 就是有一堆人 是港日交流的 例如一些小朋友去畫畫 畫畫出來 大家去參展 那個結構 可以看到日本的小朋友 多數是昆蟲 機械人 香港十歲 九歲都畫到Love Life 挺好的 畫到Love Life 那些 都畫到什麼No Game No Life 那些東西出來的 剛才Idle Master 那個呢 其實Idle Master的Proof 真的做得很不錯 始終就是 因為Idle Master 其實它那個主角 它這次用白色 其實你看到就是 無論你說 是它現在 動畫 現在正在上的 灰姑娘的故事 就是原組Idle Master 的一些事物 走進去看見到 其實看來是舒服的 就算好像說 其實賣東西不多 我覺得它比較 賣東西的場面 比較近似的 就是我過往看到的CV 裏面的 這樣的Style 還有它有展覽還展覽 賣東西就另外一邊 其實都幾個感覺 幾舒服 另外你說其餘 你說譬如 郭川 那些 也都有賣 薯玲剛剛講 四大生花之中的 兩大魔法生花 哇 賣了什麼 新妹魔王 這些好像主導 看見到那個電視機 將那個魔法死 幸好有幾套 根本不是割圈 所以它播不到 不是的我就是偶電 那其實跟著就是 主舞台proof 其實第一天 其實最主要就是 這個 魔冷之王 和Anime Zone 那邊 前夜祭 其實就 這兩個是 第一天裡面 大家最主打的項目 那前夜祭 其實就 這麼說 這個Live 這次其實 因為它是連著CV一起 他們是合辦的一個活動 那你也都見到 我這麼說 其實這個Live 最終其實我沒有參與到的 因為 對我而言 裏面請的人 叫助力 沒有其他地區的名單 這麼厲害 都收到消息 其實是說 有很多票 其實是賣不出 其實就已經是 可能是其他的 從雜誌去夾辦 就是一些抽獎活動 那些東西 最起碼看下去就是 啊 最重要不要太少人 因為其實 都會影響到 就是日後 會不會再辦這些活動的問題 會不會是因為 門票的價格問題呢 就是有時候都可能 你知道 洗費的東西 真是窄些就窄些 我不相信 其實老實說 在看這類型的演唱會 會令到9008 絕對不適合 這些什麼的價錢 它始終都有680元 其實很多人 是看你有什麼人 才買什麼票 就是你舊人 你以為人買票 其實都幾難下都 第二天 就是其實最多活動的地方 首先就是 Cosplay 其實Cosplay那裡 其實每屆的質素 都越來越高 上台表演那些 另外跟著就是 Idle Master 這個表演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太熟 Idle Master 但是 那個場面 看下去 就暫時 OK 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藝會那裡 其實是 星期五那裡 已經是 會見到很多很多 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 通 不准拍照 平心原來 我會跟去年的Love Life 來比較 一件事 我可以說 來不足人 不過不要緊 不過一件事 大家去年 救病了一件事 七個人唱七個 沒不到 沒收Solo 大家不合唱 今次有合唱 一開始就合唱給你看 大家的氣氛是高漲的 那當然你說 拍照那裡 其實我這裡一次過講完 其實就是 你覺得 大家可能覺得 我講話很難聽 這句話 我覺得說 除非 你插著一個鏡頭 你可以追擊到 三百幾四百米 都可以拍到一個 帶頭出來的話 我不介意你偷影 但如果你拍不到的話 你偷影你 怎麼怪怪的 大佬 那些不是要偷影 很明顯 有人都看到你偷影 也不是偷了 還有 沒什麼意思 還要放上網 其實別人都不讓你放 你又要堅持放上去 其實就沒什麼為 我覺得 大家又是 沒什麼用途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是不應該助長 接著那個就是 SAO的Live 其實這個Live 我覺得是很奇怪的 打一個名義是SAO 大家都知道 就是南井和春奈 本身兩個歌手 都是主力唱 Open My Ending 歌 他們打算全部都是 誰知道 中間就插了很多 當然其他歌 阿邦尼斯路也好 物語系列也好 但是全部都出來了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這個 是SAO來的嗎 不知道什麼叫做 葛川SAO突藥 人家 你看到 只有SAO的歌 有片 其實這歌沒有片 其實這歌沒有片 沒有片 但是要留意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看片的話 你就會看到 阿斯拉的氣份 幾乎是零的 除了一段 除了一段 第一季OP 那一段 那一段 被他十幾點幾 那些 當然沒得看 都出來了 但是 你見到主力Focus 其實是幽靈子彈篇 你見到 SILA的蝙蝠 是比較多 當然同仁的蝙蝠 其實不算太多 你反而見到 都不是的 最後都有 同仁和阿斯拉 兩個合吻 那個段 可以 我覺得合格 這方面 其實我不知道他這次的定位 其實他是想宣傳 究竟是新遊戲 刀劍神域 Lock Song 這隻新遊戲 還是什麼 因為看上去 他介紹新遊戲的東西 應該好像是很賣力 但是 在舞台上的時候 又不是很特別 去說這件事 除了你說是 兩位歌手 兩首的主題曲 即是一首Opening 一首E-D 都是在香港首次 去演唱給大家 這方面之外 其他的東西 其實就 沒什麼怎麼介紹 其實 剛才你說回之後 所有戰艦都一樣 他們會宣傳 他們好像會想宣傳遊戲 但遊戲 有什麼重點買 系統system 他完全沒有說 正常我們去CV 我們想知道 我們想知道 詳細就是遊戲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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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其他人想說的 但現在你 立即升幽來 歌手他們不會負責這些東西 即是他們不會給你答案 也不會宣傳這些東西給你 之後的Gundam Dill Flyker Tri活動 犯回同樣 過往Gundam 每次在CV說的話 當然 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媽媽是女人的東西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就是 那些情報的東西 沒有那麼必要 當然 有些人不懂 什麼特別途徑的話 可能覺得很需要 這方面 未必是絕對的 但是你說 現場氣氛裡面 其實這一場 我反而覺得是最好 因為真的帶動到台下和台上 兩邊有互動 其實是 你看其他 其實會幾單一 還有就是 有時就有些口齒薄皮 大家都知道 哪一個會特別受歡迎的話 另外一個的掌聲就會突然小聲 是 你是聽到 是 踩一個級數的 我想說 今次舞台 以前 CV搞舞台 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 整個銷售回來 要跑幾場 要賺點自己 但今次不同 其實你見到 除了名單上 重複目的遊衣會 重複做多一次 其他各式基本上 是做一次梳走 其實今屆算是 挺好的地方 有馬你錯了 他們其實有部份 是想打了一個Live 那個舞台 雖然說 他的間隔 就不是太過梳 但比去年來說 好像沒有那麼密 這一塊 幾個字 一個小時 又很密 走來走去 去年就很怪 星期六的最後那天 就會是 CC 即是左年戰記 今次CV 會見到一個特色 就是很多手機遊戲店 開始就是 嚴正的 佔領遊戲隔年 這些活動 其實這些手機遊戲 都會佔佔抬頭 你會見到 當然你說 星期六整天的活動 最差的活動 就是試試 不過大家 為何第一件事 大家很多奇怪 為何不講Chain Chronicles 其實都有人知道 為何要翻譯中文名 鎖鏈戰記 中文版一定會有中文名 這個必定 應該搞台灣的 應該不關日本的事 應該不關日本的事 還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 宣傳遊戲 你講一下這個遊戲 有甚麼特點 有甚麼特點 他們不會講的 第二部有甚麼特點 第二部目標是海 去海那邊 有甚麼加代 不知道 有甚麼角色 不知道 甚麼都不算實 最圓的事 老實說 他是京蘇戲話 那種Dead Air的級數 當年大家看CV 京蘇戲話 那種Dead Air的級數 那級數是去到哪 OK 你播第一集 OK的第一集 大家甚麼都不知道 但他播了 是動畫的第一集 這個動畫的第一集 之後 就播第四集 第四集 之後播第六集 你要一個 對這個詩詩有多了解的人 才可以接 涵接到你所有的劇情 一四六集 是真是頗惡 因為中間 我看到Dead Air 是整班人覺得 當然 當來田出來的時候 當然大家 揮舞綠色的煙光棒 大家叫多點 當然 台上當然不會理你 看到的 最大的 另一個問題 就是 你播動畫 沒有問題的 你播動畫 但是 跟台上那兩個角色 又好像沒有甚麼關係 我們配了兩個角色 一個是金小璇 第一集 我出了一幕之後 就沒有他拍了 第二個角色 就用火的文章 就文字 OK 他劇情有多了解 接著 內田賽是哪個呢 我看完全部片段 好像沒有他 我在第二部出來 我覺得你介紹過遊戲的話 你應該是給我遊戲畫面 動畫 這些片段 你可以介紹 但是 你不用給三集 還要給三集 是不連貫的三集 我看的話 老實說 作為 我這些 有少許賣 我都講了七年 動畫節目的話 喂 我都不會講究竟 究竟有甚麼 大佬 那台下呢 我在台下 發現十幾二十分鐘 有人開始 其實都有十幾二十分鐘 我記得是七點 七八 開始播 播到接近八點 大家都 咦咦咦咦咦 開始有些開氣水聲 之餘 那台下 就開始 播完第六集 就開始有些聲音出來 那些聲音當然不播得出街 然後 就當 整班人說 播完的時候 我看到台下 有人突出一隻手指 而那隻手指 也不能播出街 但是 他做得差 就真的做得差 我覺得 我明白 觀眾的憤怒 就是 我看了些甚麼 你給我介紹 CC的遊戲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們營運之後會這樣的 你給我看一個遊戲的畫面 你給我看一些動畫 不要緊 如果你是宣傳動畫 跟當年Unicorn的個案子一樣 你可以這樣播 但你現在不是的 你這樣播 為甚麼呢 補充了消息 之後訪問會 進去訪問中契來的 我懷疑他真的不懂善陽氣 他進去訪問 即是內閣性 又再加台灣執行的老闆 我們特地記者 等待他 第二部遊戲 有甚麼特點 或是System的設定 他就覺得 第二部會去目標 去海 會成第一部 很多角色 會新增很多人物 我不想要這些 答案 媽媽是女人 我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 香港的玩家 會不會接受 但如果這樣去銷售一個錯品 而是這些貨品 可能這個遊戲 會主力是這批人去玩 那其實這件事 真的有少去賭米 本身就是Sega的Proof 不知道Sega的策略是怎樣 大家都知道Sega的策略 是奇奇怪怪的 但Sega 我看到裡面 其實賣都不只賣這些手機 反而我看到 雖然後面它寫著 鎖天戰記 都挺大的屏幕 但前面 其實它的主力 門口 是在銷售足球 即是Lulu做代言人 大家都知道哪個是Lulu 創造球會 另外還有那隻 Derby Owners Club 還有這些 反而 我還以為 在這兩隻遊戲 我以為 你整個Sega的Proof 我覺得是情有可原的 這些全部都是Sega旗下的遊戲 其實你這樣 我覺得 OK 但我純粹是 在主舞台裏面 介紹的東西 其實感覺就是 不太好 感覺來說 到星期六裏面 最差其實是這個 因為你根本都不知道 他在想做些什麼 因為台下都幾多人走 我發覺 除了有些是Cordoli粉絲 之外 真的走 看著他們 當然後面說那些 嘩 這麼悶的 播動畫 播成20分鐘 當然當然是有人吵 你這樣播 人家的動作在這裡 有些等了半個小時 有些是 好了 去到最後 我們 就是中觀 你說CV 我不覺得他變差了 你叫做什麼 他裏面買的商品 就沒有了 我覺得是 在這一方面 沒有了過往的一些 獨特特色在裡面 就是你過往裡面 就好像一些 原畫 或者買一些海報 買一些設定雜 其實那些 我覺得你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銷情不好 當然這個 我們沒有數據去支持 但我覺得 這個才是CV裡面 其實我們 買東西那方面 當然你一般的貨品 必然要有 那它是 托起整個展覽的 一個重要元素 但 它不要沒有錯 一部分 就是原本它有 那個特色的話 其實 是真的弱了很多 我見到這個情況下 而且就是你買東西 老實說 你這些 我這些人 我真的不買的 你看到我真的買不到 我買 我最後買了什麼 我買了一本 因為裡面剛剛 小雪有 那它出了 那我就先買一本 我想補充一下 不見的東西 除了銷情 我不知道怎樣 當然 你說很多以前 原售的東西 現在買得太多 可能未必再買 那些東西 另外 可能重複 不知道有沒有 但這件事 我有一件事想說 今年真的沒有什麼 關於日本旅遊 文化 那些 booth 少了 真的更少了 越來越少 好像都沒有了 我回答你 是有的 你記不記得 在我幾位主持聚集的位置 它後面 貼著一張 一張類似告示的東西 是宣傳著一張 日本的地道 其實是有的 我不是在那個位置 我都看不到 但是 你說沒有嗎 你當不當那張是 我想說 金姐說回今年Cosplay區 金年Cosplay區 它真的縮了 你很明顯 在場內的Cosplay區 但是場外 所以很多人 就走到場外 或者買票的位置 就散開了 沒什麼所謂 大家看看 覺得怎樣 我覺得 Cosplay區 是真的縮得很厲害 今年就真的 好像在一旁 又好像 有點而不是太好的 之後想著怎樣 因為現在的性質 已經越來越 本身情報舊了 當然你說 它依然比同環節有小 因為它公佈了很多不同的情報 但是情報的量 和最新的程度 其實見到就是每年在減弱 真的有擔心 它會不會因為這樣而收入 大家都知道 動漫節已經是我們 我們是放棄重大 還有今天我自己採訪之中 都拍到一些收到封 其實內地有些動漫的主辦 相關人士也有來取經 今天也有來取經 其實不少人 所以大家也看到 有些內地同胞 一天走下來 就來看一看 其實可能要來取經 那為什麼呢 可能大家 C3的價值 所以大家 我都覺得C3 如果保持第一、二屆的價值 我會覺得是appreciate 但是現在就 真是有少許動漫節了 期待他之後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失去了他的特色 好 那今集的時間 我們到這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